韓國瑜大帥 跟著凱盜的造勢會場 一起高呼口號 華府的韓粉們緊盯電視直播 看著現場人越聚越多 跟著熱血沸騰 尤其韓國瑜登場演說 講到激動處給予熱烈婚姻 我準備承擔任何重要職務 不要做韓國 不行 反正對付 華府的韓粉半夜爬起來 看造勢大會 其實他們沒有一個人 跟韓國瑜有任何的私交 他們也不是為了黨派之爭 大家想到的是中華民國的前途 這些華府的韓粉 為了韓國瑜凌晨不睡覺 特別聚集在韓友會召集人的家中 客廳正中央掛起了大幅國旗 旁邊還有自製的各式挺韓標語布條 更準備了一大盤包子 可說有備而來 他們仍守一面小國旗 不停揮舞 從頭到尾氣氛都很嗨 95歲的老奶奶也跟著一起熬夜挺韓 他已經願意把他的生命給奉獻出來 我們大家庶民要挺總統 總統要選庶民 大家加油 我覺得實在是太興奮了 一方面也很感動 感動的眼淚都掉出來 而在香港也有韓粉聚集看直播 包括地道的香港人 愛國僑團以及旅港的台灣人 當主辦單位宣布現場人數衝破30萬 甚至40萬時興奮地舉杯慶祝 台灣大選競爭激烈 四周韓粉海外密切關注 誓言全力支持韓國瑜 記者 綜合報導